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徐海乔 居静一主演的古装 探案悬疑剧热血长安正在热播 上线短短三周点击量就突破18亿 并且还在不断激增中 徐海乔在剧中饰演萨摩多罗 变身长安福尔摩斯 带领大家破解了一桩又一桩的奇案 在近日播出的剧集中 凶手用无鬼运财邪术招来添花 做掩护杀死被害者 在大家都被蒙蔽的时候 萨摩凭借细心观察和推 断 找出真凶 还大家一个真相 但故事的结尾也告诉大家不论什么理由 只要犯法便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所以一切要以法律为准省 敬请关注热血长安大唐侦探团 萨摩拜里却破解悬疑其案 揭开重重迷雾 婉转大唐盛事 责任编辑 李志正 UK005 分享 在相关阅读鸡毛飞上天在现一屋鸡毛幻塘故事 搜狐娱乐讯 由申杰担任编剧 余丁导演 陶泽如 张艺 尹桃 张嘉宁等领衔主演的都市商业精品大戏 在鸡毛飞上天正在江苏卫视幸福剧场热播 开播首日在CSM52城 生计卫视电视剧收视榜单中以0.89的成绩夺得收视桂冠 该剧《立足义乌》 通过讲述三代人系艰辛曲折 又充满激情的创业史和情感史故事 表现鸡毛飞上天的时代内涵 编剧身 节作为现实题材的笔杆子 此次首度接触商业题材 并融入地方文化 对此也做出了不少努力 不仅深入义乌了解当地文化 更是自曝与当地小商贩 都成为了好朋友 坦元觉得自己就是义乌人了 鸡毛飞上天在线敲堂帮故事 还原义乌鸡毛换堂 鸡毛飞上天以陈江河 和妻子洛宇珠的感情和创业故事为线索 讲述了义乌改革发展三十多年曲折 而又辉煌的历程 立足 义乌的故事 剧情也渗透了义乌独特的意味 在剧中 焦堂帮祖师爷的画像 扁丹 波浪谷等元素在营品展现 主人功臣江河流浪图中与同班一起大伙大伙买堂 共度难关 这些熟悉的情景在线 都与义乌文化息息相关 过去 义乌最出名的是鸡毛换堂 几百年来 鸡毛换堂曾经是许多义乌农民重要的谋生手段 沿街叫卖的鸡毛换堂人 用手中的布朗骨摇出了亚洲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义乌农民世代相传的鸡毛换堂的经商传统 是被誉为华夏第一世 那义乌小商品市场崛起的历史渊源 此次鸡毛换堂走入迎平 将在线这段真实的创业历史 典故由来也让观众长了见识 义乌观众也深有感触以前 只是从爷爷的直言片语中了解鸡毛换堂 却不知他们经历过这么多打击和挫折 以前认为鸡毛换堂就是鸡毛换红堂 看了之后才知道里面闻到这么多 从另一个角度 了解了一个 我熟悉又陌生的故乡 立足义乌本土文化 编剧深级深入义乌与贪财交朋友 曾创作过警察戏 情感戏 教育题材 历史剧等类型的编剧深级 可谓是现实主义题材的笔杆子 他创作的故事多结地气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又给人以生活汽笛 此次创作商业题材鸡毛飞上天 并立足义乌本土文化 深级也做了不少努力 他不仅多次深入义乌 并和当地摊贩交了朋友 他说 这 四社族商业题材 确实对我而言是新鲜陌生的 殊不经济下一屋了 都跟那里的摊贩交上朋友了 每次去会听他们讲发生的变化 生活中的困惑 甚至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跟我说 慢慢的都觉得自己是义乌人了 每次出机场火车站一见到接我的司机 就笑着说我又回家啦 商战 情感元素融合 深洁 这才是对企业家深层的生命体验 鸡毛飞上片不仅融合了陈江河 未代表的三代人的创业 故事 还以陈江河和洛玉珠长达三十多年的情感纠葛 作为故事线索 两人具有朴素的人生观价值观 也有着同样自强不喜 迎来而上的信念 这决定了两人 携手在创业之路上结成抗力 对于创业元素加入情感纠葛 编剧深级说不管什么题材都是写人 警察 商人 女强人 组长 明星 普通人 他们都有生命体验 都会有悲伤幸福 只是各自面对的现实不同 只要抓住人性内在的东西 因为 针对这部戏而言 就是把自己牵进去 创业过程中加入情感元素 才能反映企业家深层的生命体验